中期导弹一般都和核弹同时相匹配的,拥有这种导弹的国家,基本就具备了全球核打击的能力,也是这些国家的一张底牌,是恶致战争的一款绿器。 很多人认为,发射这种导弹,就是按一下发射按钮的事情,不过这种导弹的发射,远远没有那么简单。 首先来说导弹的研发,中际导弹的报价非常昂贵,单枚就达到了三千万美元。 这也意味着不是每个国家都具备研发中际导弹的能力,需要雄厚的资金来支持。 中际导弹的飞行,靠的是自主制导的模式,意思就是说,导弹在飞行当中,不能依靠外部的一导,必须依靠此身精密的陀螺仪来控制。 不仅如此,导弹在发射出去的时候,需要飞出大气层之外,这个速度最快可以达到20码克。 并且现在的洲际导弹,都有分导式多弹头,飞出大气层之后,还要再入大气层。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承受巨大的高温和高压,而且为了摆脱敌人的拦截,还需要激动变轨,弹头的复杂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。 在进行洲际导弹试验的时候,一般都是从本土发射,落点只能选在空海的位置。 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,中国的洲际导弹试射就是这样的。 导弹在落入空海的时候,数据包是非常重要的,如果落入别国手中,后果不堪设想。 当时,中国为了拿回这个数据包,开出了当时规模很大的舰队。 支持洲际导弹系统的建设,也是相当复杂的,以中国的东方5,美国的米冰塞,俄罗斯的S-S-18为例。 这些导弹都是部署在发射井当中的,发射井的建设可不是简单的,一般要建立规模庞大的地下掩体。 这些掩体必须可以抵抗一些大型钻地弹的攻击,而且还有大量的人员,建设难度堪比建设城市。 以中国的地下和长城为例,可以堪比二次合打击的实力。 为了建设这个庞大的工程,甚至把很多的沙都挖空了。 如果是液体燃料的中际导弹,在发射之前,还需要注入燃料才能发射。 可见发射中际导弹,可不是简简单单按一下按钮就可以了,背后的复杂程度是超乎常人想象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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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